今天有很多新朋友和舊朋友都在這裡和大家見面 我旁邊有個好的幫手 Jason 大家好,我是負責這個項目的同事 Jason Hello,大家好 Jason也是這次我們這個活動的核心性的同事 所以待會需要多些負責幫大家解說究竟操作 甚至乎想申請的時候遇到什麼問題 待會我們都可以一一去和大家做解說 也看到我們背後的螢幕也很耳熟能長 也是我們每次在做活動 甚至乎我們在開班的時候 都會在我們院校的課室裡和大家溝通 疫情後我們無論是網上課程或面對面 都希望通過我們的視像也可以 很簡便地和大家交流一些訊息 今天我們主要的題目就是講述我們有個很特別的 很特色的翻譯電影 我們稍後多一分鐘就可以開始的了 等等 大家稍後片刻 很多朋友都走進來了 剛才我們都有一些少許延誤了 稍後我們可以慢慢慢慢去和大家去交付今天我們想說的一些題目 好 我開了一個PowerPoint給大家去感受一下 先 我開了PowerPoint給大家感受一下 今天就 看看聽不聽聲音機 我設定一下Robbie幫我處理一些東西 除了我之外我都有些同事幫忙 希望我們可以盡快開展今天的活動 好 接下來有些新朋友進來的話 Robbie 麻煩你也幫我 就給他一個Overwrite 進來 好 沒問題 OK 外面等了太久 好 我先開大一點的螢光網 大家聽到我說話嗎 其他同學、其他的朋友、新朋友、舊朋友 可以的話 有些朋友可以在這個check room 跟我們說個Hello 讓我們知道 其實你們是看到 聽到我們的情況 可以嗎 是的 Thank you TL Thank you Thank you 是的 你好 Thank you 大家 希望我們可以有些交流的時候 其實你們如果有問題 或者有其他的訊問 都歡迎你在這個過程裏面 無論在check room 或者你可以開咪打斷 我們行不行嗎 會不會耽誤了大家 不會的 歡迎大家 在這裡跟我們交流多一些 Thank you Elena 你好 Americanah 大家好 希望大家可以 老老的 繼續說 好 我們先開始 今次的 這個簡介會的時間 我們都取其名字 我們都是一個跟我們有些相關的名字 叫做香港可持續發展創新科技高峰論壇 2023K頒獎典禮 我們這個是一個挺特性的一件 一個頒獎典禮和一個活動 當中我們經常都會提倡四個很重要性在裡面的 第一個我們要什麼 我們要問 我們要聽 那邊的問題 Andy你那邊沒有了聲音 Andy 之後都推出了市場 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都希望可以再做一個有特性的 剛才我們講過國際性、專業性、跨界性 以及創新性的一個高峰論壇 系統掌點在裡面 首先我們在整個活動開展之前 都要感謝創新科技處 在這次都好好地資助我們 除了創新科技處,還有哪一個跟我們贊助 我們都寫了它的標誌,大家都看到了 AM也是我們其中一個幫忙 參與我們在活動上也成為我們的贊助 另外我們都很重要的兩個部份 就是我們的支援組織 一會兒我們先講主辦機構的背景 支援組織上有香港可持育發展教學院 HIESC 今天很多同學在這裡都參加過我們的訓練 或者其他不同的項目 同時間也是作為我們在舉辦一個活動的時候 都有什麼?有評審的 是嗎? 有評審團也有不同界別的專家在這裡 所以我們特別也找了香港品質保證局 去跟我們做一個支持單位 也很感謝局方出了很多人力物力 在當中和我們一起提倡去唱議和推動 這次的高空論壇的企班像典禮 稍後我們會介紹這次評審團的主席 何工程師給大家認識的情況 好了,簡言幾句就關於我們這次的活動安排 有些什麼資料我們很想要馬上告訴一些 來的朋友們 我們聽聽主席有什麼呼籲大家的說話 在開始之前我們都請我們的院長 我們這次主辦的大會主席 張教授也有些勉勵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們先聽聽 抑發創新科技情勢邁向可持續發展之路 2023香港可持續發展創新科技大獎 現正接受的命 如果你的企業在應用創新科技 推動環境、社會 抑制三大範疇的可持續發展方面 要欠出表演 請立即參加部員 9月20日截止的了 哇,這個訊息很重要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三大範疇 包括了什麼,Jason 包括了經濟、環境和社會三方面 是啊,都是我們很集中說的一些議題 經常說開潮發展 這三個議題都是避免不開的 所以在這三個範疇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在第一頁就寫出來 在右上角 9月20日就是我們死亡 現在我們都陸陸續續收到不同的報名的名單 報名表格等等的情況 正正這次第二次的簡介會了 我們來到8月3日 都希望講一講這次的班專連禮的流程等等的情況 讓你們知道 有幾個訊息在第一頁都可以讓你們感受了 就是我們這次的班專連禮 就會在10月21日在哪裏舉行 香港科學院 是的,科學院 我們俗稱金蛋 一個很Benchmarking 就是令大家都很標誌性的地方 去頒發一次我們一個這麼好的班專連禮 就是可潮發展創新科技 至於我們在選取取其名的時候 其實都有些含意的 當然我們都希望在推動可潮發展上高 我們會利用什麼的 我們利用創新科技 你都好像有知識所說 我們透過創新科技 再觸進我們那個可潮發展的情況 所以變成你會見到那個高峰論壇 還有那個班長電禮 其實都是我們取其名 取了這個名字都是一個很有意思 還有在可潮發展上高做一個很積極的推手 令到大家可以感受到更多關於 可潮發展當中的一些內容情況 好了事不宜遲 我們先講一下 在今次的主辦機構 全球可潮發展規格斯學會 WISDP 其實全球可潮發展規格斯學會 其實當中我們今天有些參加者 很可能是未聽過 或者很可能當中都是我們CSDP的朋友在這裡 亦都很多時候都是我們希望一起推動的時候 可以確立對於這件事 我記得當中我們在學會上高 我們都是不斷地倡議聯合國2030年的議程 要促進我們的17個可潮發展目標 所以我們帶動到企業或者個人的發展上高 學會發揮出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在17年開始 其實我們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 香港的協會支持之外 其實我們都做了很多個別人士 我不是在世首 不過很多不同的專才 都在世界各地去支持WISDP 去共建當中的一些個人認證 以及企業有關於可潮發展認證的一些服務 令到更加在推動可潮發展上高 更加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 以及可以更加綜合給大家做到一個推動 如果有來過我們學院上課也好 沒有來過學院上課也沒關係 我們都歡迎你們去參加我們這個活動的情況 也知道剛才我們在推動上高 有一個叫做可潮發展規劃師 也針對企業我們有一個叫做可潮發展的企業的認證 我都講講我們背後的內容 在坊間其實在推動可潮發展 其實都不是今天的事 都有一個很長的時間 但是很可惜真的在說真的 也是我自己感覺到在那個逆後 好像多了很多的持分社突然之間很留意 就是可潮發展 甚至乎很多企業都聲稱自己 或者個人都是屬於這個界別的 其實都頗難以解決的 Jason 在當中我們的學會就發揮出作用了 CSDP當中我們其實在那個學會當中 我們都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培訓 甚至乎我們是有考試的 所以要成為CSDP都不是一個 不是說單一途徑的 不是只是考試的 我們可以透過他自己本身的工作 或者那個所謂的學術水平 甚至乎是培訓的內容 去確立這個同學或者這位人士 是否屬於可潮發展這個範疇 所以在這裡可以在開始之前 講到頒獎典禮之前 給大家知道 我們其實每一個季度都有當中的 不同的一些培訓科程 活動等等的情況 這裡可以往後跟大家再去了解當中的 細則的情況 好 我們就住個人 我們有一個叫做CSDP的部份 也都會就住企業 我們有什麼支持在當中 企業認證都是其中一個重點追進的項目 是的,企業認證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在當中就有一個叫做CSDC 以及有一個叫做初級版 進階版的 就是叫做RSDC 是兩個層面的部份 你看到圈圈有些在下面有些在上高 其實就是講我們如何在開潮發展上高做提升 我們成為了RSDC的時候 就是一個自認證 我們希望可以自我做一些承諾 或者一定一些簡單的目標 去到CSDC就不同了 我們真的有基礎之後 我們達到某些可潮發展的目標的一些內容的話 我們就會確立它提升成為CSDC的情況 所以我們會逐個逐個高 我們17個高 很可能一個企業做不到那麼多 也沒關係的 我們都會確立 譬如有四個 五個、六個的情況 所以你也看到很多現在的CSDC報告 他們會有很多的內容 是會留意 它是有Mapping的 我們當中的這類型的證書 或者這類型的一些項目 就是去做一個Mapping 令到現在很多不同的 稱為可潮發展的企業 或者他們的人才 都可以有一個確立的情況 前面的講了很多 真的要去入獄 講一講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PowerPoint裡面講的 今次的大會 那個 高峰論壇期頒獎典禮的部分 或者Jason 有沒有什麼進入 首先呢 首先都是要感謝 掌聲科技署的資助 令到我們可以 廣泛邀請全港各行各業的機構 或者是公司企業 來參加我們這個大獎 嗯 是的 因為我們做這個 今次這個活動裡面 其實我們都是倡議 我們2015的一些 叫做可潮發展目標 其實由現在去到 等等 由現在去到 2030年其實都不是一個很遠的日子 今天都23年 都還有7年時間 那究竟我們全球各個能否達到這個 就是可潮發展目標 這17項的目標 我們都要繼續努力 那在努力期間 我們要推動可潮發展 我們要什麼 我們要得到足夠的創新科技 去觸進我們這個可潮發展 所以其實我們的特性 和特色 就會在當中 體現得出來 就是我們希望 可以透過我們的 我們今次的高峰會議 和我們班長電禮 去確立更加多的 不同企業和人才 去達到高度的情況 為什麼這樣 好 我們先回到這裡 很重要的一些訊息 就是關於我們今次 我們的主辦機構 重新一次 我們是全球可持續發展 規劃師學會 規劃師學會主辦的 簡稱叫WISDP 另外就得到了香港可持續發展教育學院 和香港品質保證局 全力支持 等等 確立了我們在當中來說 我們整個班長電禮的運作等等 都有足夠的機構的一些技術 去支援我們 成為一個全面的 以及高透明度的 亦有國際性的一個 叫做專業性的 以及跨國性 甚至乎我們是有創新性的 一個班長電禮在當中的 當然當中我們剛才投入過 有創新科技處 亦有資助另一方面 就是贊助商 我們RTModal 是有參與的 我們今次做的獎項 那個確立性 在推動性上高 在可持續發展 我們都是用一個 叫做價值觀 我們希望能提升價值觀 在融入不同的行業裏面 它有創新科技 但是創新科技裏面 經常都會講四項 我們今次特別會講 研究 會講開發 規劃 但是今次這些 我們特別要關注在應用上 所以今次來聽這個簡介會的朋友留意 我們開始有些鍵詞出來 這些鍵詞都是令到你們 可以在獎項上高分得直接一點 重新一次 就是說你在你的產品和服務中 很可能在研發 在研究 開發 規劃 以及在應用上高 透過組織和人才 去達至這個 可持續發展創新科技的情況下 我們就要有當中的訊息 可以顯示出來的 不好意思 我的機器有點怪怪的 所以我們繼續 所以我們講完一些基本 我們在項目上的一些部分 我們理解到原來創新科技 我們的看法是從研發開始的 以及我們從研究、開發、規劃和應用 再次 你會見到我們的45個獎項 給予發出9個行業的組織和個人 你要留意到我們除了號召 不同的組織和人員去展示他們的創新科技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看到它的發展方面的形容 即是我們是否有些叫做落島地 是的 要落島地 所以這次我們參賽者 很多都去諮詢我們的時候 我們都會問 是不是還是研發階段 是不是還是在開發階段 或者規劃階段 不行的 我們在說的是什麼 還有一部分的分數你會落後 就是在應用方面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注意 如果參賽的話 都要注意到當中 是有一個叫做 應用當中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是的 在說獎項之前 我們都要介紹一下 我們的陪審團 我們的判官的主席 究竟有什麼的強大陣容 首先是我們香港 環節副政局的主席何主席 首先帶領我們的判官是主席的評判 主席評審 所以帶領我們的不同的界別 有來自綠色交通 綠色金融 食物安全 當然有創新科技 甚至乎是認證機構 等等的不同的專才 去跟我們有程序感 也是高透明度的 作出評審的程序情況 但是我都想在再說下去之前 我們主席 我們的評審主席何主席 都有個小小的訊息 想帶給大家的 好了 看看他在說什麼 有很多關鍵 可持續發展是融合了創新科技 另一方面創新科技是促進可持續發展 2023年香港可持續發展創新科技大將 現在開始接受報名了 可持續發展是融合了創新科技 另一方面創新科技是促進可持續發展 2023年香港可持續發展創新科技大將 現在開始接受報名了 如果你的企業在應用創新科技 推動環境、社會和經濟三大分齊 我持續發展也有一個結束的貢獻 是時候請來參加 記住9月20日節節時間盡快報名參加 多謝各位 主席就呼籲大家盡快參加 亦都是說一句 我覺得很好的 如果當我們創新科技可以去 捉進可持續發展 也是我們今次大會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heading 是可持續發展創新科技 希望它當中做一個互相的協作 令到我們推動可持續發展的時候 可以得到更多創新科技 令到我們推動的時候更加有匹抑的情況 好了,來到這裡我們有我們的獎項 要講一下 獎項方面我們分開三個層面 或者Jason給大家介紹一下 主要分開了三個大的範疇 第一個就是經濟 第二個就是環境 第三就是社會 每個大的範疇下面都有三個小的主題 在這裏 不好意思,剛剛那個 那個Mouse不太靈光 OK 好了,經濟範疇上有三個 subtitle是嗎? 是,沒錯 關於什麼呢? 經濟上面就包括了綠色金融 綠色交通 和綠色建築 是的,你見到其實我們每一個 譬如經濟層面上高 三個subtitle的獎項 在不同的界別 其實我們都有分企業和人才獎 下面有些例子 譬如說綠色金融上高 如果是區塊電服務 電子付費服務 或者數碼金融公務 我們都是歡迎他們來參加 但是記住了 一定要去到應用那部分 這個很重要 能夠落地 另外就是剛才Jason提到 我們綠色交通也是一樣的 現在我們交通道路網 越來越智能化 現在我們過程度 還需要停車? 很多程度都不用停車了 所以我們都歡迎不同的新能源汽車 或者電子的導行系統 甚至乎是新能源的公共交通服務 前幾天我記得有一個公營巴士公司 開始推出電的巴士在香港 我覺得都慢慢陸陸續續 在綠色交通上 在香港都必須 必然會產生一個競爭 或者產生一個落地的時候 去做一個開始發展推動的情況 所以我們都歡迎 相關部份的朋友、企業都可以去參加 另外就是綠色建築的部份 亦都可以看回香港做一個 Green Building 亦都是我們主席的一個強項 亦都為香港去貢獻了很多 推動了很多綠色的建築物的部份 亦都感謝何主席之前 在香港的一個支持當中 所以在今次的綠色建築上 我們都希望可以成為其中一個部份 讓大家繼續去爭奪這個獎項 機構除了我們的明智明白 我們是來自不同的界別 在經濟上高 我們其實獎項上高都分為優秀、傑出和卓越的部份 優秀、傑出和卓越的部份 所以來到第二個層面 就是社會層面 我們過往你見到很多不同的頒獎禮 或者不同的活動 都會有說到創新科技等等 我們今次的創新科技 我們的特色和特性 其實在當中就會由經濟層面 去到社會層面 甚至乎是環境保護層面 我們先說一下 都說一下社會層面 你見到三個的下單是說文化傳承的創新科技 現在我們很多時都會說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創新科技部份 就是說如果你在當中有些智能化的部份 是將香港的文化 或者將當中的不同的工業文化 可以得以保存、兼教、可以承傳的話 這樣就適合參加了 我們都不是每次被塑化公司威風的 我們都希望給一些真的文化傳承上高 創新科技部份可以有被益的公司 我們都歡迎他們來參加 所以我們那個獎項的設定 說實話就不是為IoT公司去做一個設定的 創新科技 不要誤會 因為我們擺什麼 擺可持續發展在前面 所以你見到我們有文化傳承 也有在COVID之後 我們對人的健康非常之 提升得很重要的認識 所以我們有健康 我們有醫療健康的創新科技在裏面 有不同的醫療系統 有不同的手術應用程式等等 去提升醫護人員 如何去對病人作出醫療也好 或者本身的科技應用 令到大家更加健康也好 我覺得都適合去考慮 做這個醫療健康的創新科技部份的 機構長和人才長 最後社會層面也不能離開 其實香港人喜歡吃東西 也都是美食指導 所以我們有食物健康創新科技 你會見到有獎項 和人才獎項 亦都提升到 我們如何去研發綠色食物 或者健康食物的包裝 智能食物的營養計算系數 如果有加入過我們的 Lunch and Learn SDG的群組 我久不久都會和朋友分享 其實香港市場也有很多的 有很多不同的食物的包裝 或者他有很多不同的食物的設計 都會向海潮發展去推動 情況會是這樣 我覺得都是頗受被益的 所以如果你在社會層面 文化傳承 健康 醫療健康 和食物健康上高 如果都是有你一份子的話 你也是一份子的話 都歡迎你們考慮 作出參加 OK? 希望可以彰顯到你們的文化傳承 和當中一些特別的 在社會層面 和大家息息相關 真是落地的一些方案 讓大家認知 OK? 好了 最後一個層面 亦都是大家意識能詳的層面 就是環境層面 資源再生的創新科技 亦都是我們關注的 資源再生 我們recycling reuse等等的情況 我們都是關注的 或者是邁向靜靈的創新科技 我們其實香港都是在2050年前 希望做到碳中和 究竟我們靜靈上 有沒有創新科技 是幫到大家去做計算 做推動 或者是減碳的呢 這裡我們都是歡迎大家去提升 或者去帶動當中的一些創新科技 令到大家 真的可以在2050年前 在香港我們買碳中和 這是很重要的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 生態保育創新科技 近期的藍形很厲害 是 我們生態保育創新科技 我們都希望有機會 可以drive 藍形出去 但是不管如何 我們都希望在香港 雖然一個大都市的地區 我們也都希望在生態保育上 都希望體現到的 很多在香港貢獻了 很多關於海洋生態保育的 又或者關於海洋垃圾的等等 或者樹林的 或者其他不同類型的生態保育的 我們都歡迎你去參加這次的獎學 告訴我們 在生態保育上 你用了什麼科技 去彰顯推動這個渴潮發展的 我們都希望可以在當中 去奉獻到你們 給更加多人知道 你們的貢獻情況 OK 這三個層面清楚嗎 哪些同學 哪些朋友都可以參加等等 這些都是很直接的 我們都可以透過那個 剛才我們講的PowerPoint的內容 這三個層面都可以看到 但是這三個層面的內容 如果想留下除了採取鏡頭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TNC 沒錯 我們網站報名的位置 我們都是可以讓你自由下載下來的情況 等一下 自由讓你下載下來的情況 等一下我開一下 接著 好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才來到這裡 我們聊天室有沒有人給我一個問題 有沒有 有沒有問題在這裡 沒有住是不是 但是留到最後才問會不會 來到這裡有沒有 給我一些反應先和我兒子 有沒有什麼情況是需要 即加以去再採取給你們的 有沒有 有沒有的 聊天室的朋友仔 聊天室的朋友仔有沒有 對了 有沒有的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繼續 我們這個簡介會的 OK 好了 來到這裡 我們都知道了 獎項的設定 我們的獎項的特色特性 也都知道哪幾個組群 是適合我們開場發展的 參加這次的翻轉電影的部份 下面的報告 真是奇怪的 好 Anyway 我們繼續 好了 當我們理解了三部影片之後 我們就要知道 究竟我們要怎樣可以參加 或者參加的時候要做什麼 Jason 當然是我們要準備自己的 報名的文件 是的 剛才沒有報名的文件 還有什麼可以做到 這裡就除了自己公司 或者機構要提交一份報告之外 同時我們都歡迎每一間機構公司 都提名自己的員工 都參與這個獎項的評審 是的 在參加的期間 其實除了上網填表格之外 將表格很簡單 說真的兩分鐘都不用填了 但是過程是我們要準備一份報告 叫做發展創新科技解決方案的報告 後面那句最重要的就是格式不限 其實我們沒有想著去 迫你們去寫什麼的統一格式的報告 才去獎項 沒有的 但是有七個範疇 你們都要在那個文件裡面 會呈現出來給我們見到 我大概說一下 譬如你們如果公司已經有 ESU報告的話 當中的創新科技解決方案相關的部分 你就可以緝錄成為 你今次提交報告的其中一部分 這個很重要 好 另外就是 第二點就是 那個機構已經實行推動 可持續發展的創新科技的解決方案 我們都是那句 我們都是很看應用的 所以我們在譬如你已經有創新科技的一些相關資料 在一個機構已經實行推動 可持續發展的創新科技的時候 一些解決方案 很可能就是你現在的產品和服務 那你就可以做一些介紹 第三點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帶動當中的 譬如我們要做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推動的時候 我們都需要倡議一個叫做供應鏈的部分 究竟供應鏈如何可以幫助到你們 去解決到這個創新科技的方案 以至可以推動到可持續發展 這些我們都想知道的 第四點就是機構有沒有實施一些社區的可持續發展項目 例如教育培訓 承諾的活動 公眾的活動等等 去具有創新科技的特色 所以這裡也很重要 第五就是機構所實行的創新科技方案 是否對減碳有所貢獻 這裡也是需要大家了解的 會不會我們省到人手呢 會不會我們省到電呢 甚至乎在創新科技裡面 究竟能夠帶動到什麼的領域或者規模的部份 我們都希望如果對減碳有關的話 都可以在當中多些去描述的情況去取分 另外兩點就是機構可以整體 關於可持續發展的創新方向的方案和策略 這裡我們講的方法就是希望我們透過文件知道 原來你是做這個產品和服務的時候 或者創新科技的時候 究竟你的策略或者你的方案 甚至乎你們的技術方向是怎樣的 都希望你可以有足夠的描述的 最後一點就是呈交貴機構所提交的創新科技的解決方案 包括有相關的圖片 包括項目的實行的一些展示 即是說你要落地 你當然要告訴別人你在哪裏落 很可能有些相片 又或者有些 movie 等等的情況 你們都可以去提交 其實綜合這七點來說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其實如果你的項目上本身具有 無論是任何的工業 就是剛才我講的九大項目 裡面牽涉一個叫做 透過創新科技去推動到你們的業務 當中 而且可以帶動到可持發展的話 其實都是可以滿足到的了 所以變相很多時候都是講一些 你們的內容 透過你們描述的內容 去給我們做一個評分 當我們準備好了這份報告 我們究竟怎樣去 我們怎樣去評分標準是什麼 我們都分了很多個百分比 對嗎 Jason 有什麼進入可以給大家 是的 我們就看評審指標去準備自己的報告 希望對應每一個指標裡面的比重 大家就爭取高一點的分數 是的 這裡其實都有好幾項 我們都有七項 我們有七項的內容 我們的指標 我們有個關鍵技術創新性和突破性 那究竟是不是一個很me too的東西呢 我們這裡也希望可以透過你們的數據 可以了解到 技術應用實踐效果 又來了 我們都是講什麼 我們講應用實踐效果 究竟落地的時候 有沒有任何的影響 是正確的 甚至是正確的 你們怎樣做改善 提升等等 這些我們都希望可以知道的 另外就講技術增長和擴展性 或者是穩定性 究竟怎樣可以透過你們的科技 去帶動當中你們現在的服務 或者產品在推動給市場的時候 更加是達到可潮發展裡面的一些穩定性的部分 或者怎樣可以繼續增長 甚至乎是擴展性你們的業務的內容 這些我們都希望可以透過 在你們的之前描述的一些內容上 我們可以體現得到的 另外就是創新科技的一些典範性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Benchmarking的案例 或者什麼Trial Case 或者等等的情況 我們是可以知道的 這裡是佔10% 另外就是創新科技對長遠的影響 剛才我講的一些效果 或者Infect的穩定性 這些到我們都是有相連的部分 還有在科技的解決方案裡面 我們怎樣去增加可潮發展理念 有幾件事可以提醒大家的 就是說本身你的項目上高 跟我們17個高 哪幾個高是最有關連性的呢? 那你都要在報告裡面自己注明 我們可以更加容易去理解情況 另外最後就講回了 今次我們開展的時候 今次的活動主席 我們的大會主席 張教授也和大家分享 我們要透過我們的三大範疇 我們的社會、經濟、環境三大支柱 平均發展的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技術上高 在科技發展上高的貢獻中 我們究竟在這三大範疇 我怎樣展示到的呢? 我們在社會上究竟有多少人在用這件事呢? 在用的時候有什麼被益呢? 用的時候怎樣帶動一個叫經濟效果呢? 甚至乎在用的期間 我們對環境的影響又是怎樣的呢? 那這些都和我們關注 亦都是希望在當中做一個綜合的分析 以至可以公平公正地 亦都是可以去推動到 我們一個叫掌項的計算情況 我想這裏都是大家比較關注的一個部分 好了,我來到這裏停一停 大家的不同的今天來參與的朋友 或者參與的參與的參與者 我們在企業有沒有什麼問題? 是的 好,有一個有問題在這裏 我們先看看 但是你要選擇那個程序有先後的情況 當然如果你有幾個是橫跨性 因為我們真的有些應用已經出現了 它橫跨性的服務上都是牽涉不同的範疇的 或者我舉個例子 很可能橫跨了六式交通和六式金融的 你也來自同一個單位的同一個企業 我們都歡迎的 你可以提交你的表格 如果你說我有兩個方案是同一個行業的 那我會怎樣做 我會建議你們去篩選 或者叫做排序 令到達到獲獎性的資源 會比較好些 當然我們都歡迎 各持份者如果你有多於一個 叫做多於一個 多於一個方案 在公司體驗的話 我們都歡迎你們可以加入 去參加這件事 是不是要分開提交 是的 不好意思 是的 因為一起提交 我們分不開這麼多個部分 你寫清楚 你想參加哪一個獎項都可以 部份研發 和合作夥伴共同研發 可否組織一同提交申請 這個交給Jason答 可以嗎 可以 我們評審委員會都開會討論過這個問題 那我都決定是聯合申請 或者叫做聯合申請 或者叫做聯合申請 都是可以接受的 嗯 是的 那對申請那個技術專利情況 有沒有什麼 任何的規定 這個 我們暫時 應該沒有 是的 就沒有特別任何規定 專利上高 當然了 如果已經拿了專利 當然是不容易理解 好 那麼 另外一個朋友 是的 他就會問回 究竟我們PowerPoint 能不能再分享的呢 我問回大會先 大會願意分享 我們也沒有問題 我待會和大會去免談 談的情況 我想應該問題也不大 或者到時候我們可以分享資料給大家 不過呢 我可以給大家一個提示 其實在整個過程裡面 你會在我們的報名表格裡面 其實有一欄叫做TNC Terms and Conditions 你一按進去 你整份的Document都會出來了 是的 所以我今天就叫利便大家看 我截錄了一些比較Core的訊息 在這裡和大家做一個簡介的情況 是的 OK嗎?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來到這裡 我會認識什麼 但是我們會跟我說 你不想好好遇见 我會認識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在這裏 然後我們會知道 我們會跟你們的 我們來談 好 我們去談 我們來談 不好意思,好像你们调了,我现在听不到 刚才我们说的是参加的时间,我们有一个说费用的情况 刚才Json说了,费用是全面的 刚才我们说的是柱方、创新科技处资助这次的活动和施略网尼的部分 另外就是说我们这次报名上高,如果有其他的部分 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报名网站,里面有T&C 其实就是制度了我们的内容,也欢迎你们下载的情况 最后来到这里也说了,除了我们在参加比赛的同时 我们除了企业奖之外,还有一个奖要说的就是人才奖 人才奖也是我们今次想表扬的一个部分 我们人才分开两个部分,一个叫Outstanding Talent 一个叫Pioneering Leader 就是一个Leadership的部分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不好意思啊,大家 不好意思啊 我的 我的 我回来 是,搞定 好,关于人才奖上高 人才奖上高其实有几项都可以留意的 这次每一个机构就着每一个项目的申请 都可以提名一位的机构有关于创新的人才参赛的 以下四点都是他可以提供的一些讯息给我们做一个 评审 第一就是受提名人在可潮发展的一些创科方面的贡献描述 就是说他在参与这个创新科技里面 在公司里面的角色 他推展的力度 方法 甚至乎是带领大家去行这件事的时候 究竟是有什么的内容可以让大家留意的 另外就是他提名的个人起历 也是大家关注的 或者这位朋友本身他有没有在当中 有没有在当中就已经是拿到某些其他的不同的一些奖项 成就部分 这里大家都可以留意 另外就是一些媒体报道 在参加人才奖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关注一下 究竟他过往就着可潮发展 即是创新科技人才 这种内容 他本身在外面会不会有其他的类似奖项 都是已经得到的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参考的 所以这四点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呢 刚才我说的四点 都是希望参加被机构提名的人士 都可以提交以下的资料 就自动参加的了 所以如果你要提交一个方案的时候 机构参加 那机构不竟然有一个host 那host会连同着 一起参加这个活动的情况 是的 好了 但是参加者在当中 如果拿了奖 Andy 拿了奖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那其实是有的 OK 所以来到这里 我打开那个powerpoint 你会见到 其实我们在今次的program 里面 我们有一个premium package 而在我们当日的活动的颁奖典礼 和高峰论题里面 其实我们有三组的服务 三组的部份 他们可以参与到来的 那么Jason是什么呢? 是 那今次因为我们都听到不同的报名企业的声音 那希望是 除了参与这个大奖之外 都希望可以在当日的现场里 去展示他们本身公司也好 但是在金蛋 走上金蛋那条桥 其实之前有个座场 其实我们就有个位置 给大家展示 展示 当中除了参赛者 大家互相会切磋之外 也有很多不同的中外记者 还有我们官员都会去参观当中的一些 就是海潮发展的一些 创新科技的项目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on-site show case都好 多一些的活动 多一些的活动 也都是我们今次的 今次是我们的班权典礼的特色 我们不想那个机构只是来 拍下手座 拿了掌握走 我们就希望可以在整个活动里面 多一些的活动 多一些的给大家感受到 他这个海潮发展的一个创新科技 是怎样可以落地 是怎样可以让人感受到最前线的 所以我们是关西 show case 虽然那个空间地方有限 我们都是很selective 希望是一些得奖的部分 但是同时间也都有一些 其他不同的机构 他都想做一个show case 的话 我们都是欢迎赢 好 第二点是什么 学会在过去这两年 就拍了大概超过60集的 关于这个17岗市发展目标的 节目特辑 叫做Hi 17 SDG Program 是的 这里就透过一个 就是拍摄的形式 就向公众可以宣传 贵公司或者企业的实情的运作情况 就看回你们是怎样去推动这个可潮流发展 是的 在当中也是很重要的 讯息给大家知道 就是我们 媒体都不是 现在媒体世界 也都不是单单希望 就是透过这个班长典礼 就给别人知道 我们都希望可以有延伸性 是的 我们称为可潮流发展 所以我们都是希望 除了在这个班长典礼之外 在班长典礼之后 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叫做program 叫做Hi 17 SDG 做一些叫做机构式的访问 我们会访问一些企业本身 他对可潮流发展 创新科技的内容 那我们会透过十多个平台 去广泛地去推动 我们这个Hi 17 SDG 的一个program 给更多的不同的持分者 除了香港的平台 就跨地域了 更加多地域的朋友 可以去感受到 有关于可潮流发展创新科技的解决方案 我觉得大家都是一个推动性 也是一个很好的匹益 好,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一个企业认证 刚才开场之前 Andy也有介绍过我们学会 其中一个主力的工作 就是推动可潮流发展企业认证 是的 在认证期间 我们今次如何称呼的这一张证书 叫做RSDC RSDC 他认识 是有重新的练习 我们也希望能提升更多的人的知识 关注这个企业 其实他已经是准备的了 就是准备呢 已经做得很好的了 在那十七個高裡面,他都選取了自己的可自由發展方向 我們希望在當中表揚到他的時候,我們就會有一個證書頒發給他 這三點都是在當中我們整個計劃裡面 希望我們得獎機構可以獲得這些機會 去拓展到他們的可自由發展創新科技的信息 給他們相關對他們有幫助的一些持份者 但是最後一點,這個就需要我自己說回 是什麼呢?就是獲獎機構可以提名 去提交他們的報告的時候 將立入... 將立入去... 將立入去我們的可自由發展創新科技的解決方案報告回編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會將所有的機構 我們有四十五個獎項 我們的機構他們的解決方案 我們會將人才的一些內容表述等等的情況 我們會輯錄成一本叫做 可持續發展創新科技解決方案的報告回編 那麼輯錄了這個回編之後 其實我們會發佈 我們會發佈 我們會講發佈日期的 發佈我們會在聯合國全球契約 在聯合國全球契約的行為 Action4 等等的全球平台去做這個發佈 所以希望可以透過我們當中的一些緩衝力 可以一些推動力 可以令到在國際上增強國際影響力的情況 這些都是我們希望可以做得到的部分 是的 我回到這裡 今天跳得很重要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大家留意 我們在整個安排裡面 除了我們前面會有高峰論壇之外 我們會有頒獎典禮 同時間得獎機構 也有一個套餐去考量 同時間無論如何 參加的時候 因為本身也是一個免費的參與 也希望大家可以盡量多點去投入 去提交你們的表格 同時間希望無論如何 得獎的朋友都可以和我們一起去完成 還有我們去納入我們這個 可自由發展創新科技解決方案 報告的一個叫做 報告匯編裡面的情況 這裏都是一個很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給大家知道 好了 最後來到這裏 就說回我們整個行程 當日的論壇就由9點半開始了 上午我們都是做一個高峰論壇 稍後我們會更加詳細的資料 會統一發放給大家的 論壇的部分 下午我們就開始做一個獲獎機構 和人才分享 同時間我們會有頒獎典禮 還有會發佈會編的總結等等情況 以至到我們在交流活動 互動的情況會在當中出現 今天我們來到8月3日 你記得我們紅線 為什麼 其實同時應該放在下面 因為我們的截止日期是什麼時候 Jason 9月20日 是的 我們的截止日期是9月20日 記住 9月20日前必須要提交的 我們其實整個 因為說實話現在已經有些同學 在當中 或者有些機構 很多機構 參與機構 其實他們都已經提交了表格 我想說一點就是 其實我們的評審時間 我們的評審時間表 其實是在9月至10月份進行的 所以 截止日期是9月20日 但希望你們盡快報名 這個很重要 好了 那個高峰論壇 再一次和大家去介紹 就是我們今年的10月21日 10月21日就會去進行的 是嗎 剛才說到 Andy覺得這麼重要的 報告會編 向全球發布的一件事來的 一個方案的報告 當中就是11月30日 11月30日 我們會全球發布這件事 希望當中有你們企業 有你們的人才 一起去參與 讓我們拿進去 我們這個報告的會片裏面 OK 好了 來到這裏有沒有什麼問題 大家 好像剛才我見到的問 有個問題 其實 當然 我們永遠都說 可潮發展是一個 長期的課程 絕對 不只是做一年 我們希望 接下來我們都會持久 去推廣不同的行業 今次我們 今年第一屆 我們在當中 都是橫跨了九個不同的界別 是不是 有在經濟層面 剛才看到社會層面 也都會有在環境保護層面的不同界別 我們希望 不斷地可以延伸出去的不同界別 都可以得到當中的一個獲得 當然 如果在當中的獲得獎者 也有機會 剛才我們叫做HISAC program 我們都有去做一個推動的 至於 最主要是在頒獎年代之後 頒獎年代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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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解決解釋到你的問題 希望剛才我們講的部分 如果細說得不夠清楚 不夠清晰的話 都是時間讓你們去詢問 以至於我們可以繼續去解答你們的問題 有沒有 還是我講得很清楚 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是的 有沒有什麼問題 William Yip 你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嗎 是的 Amy Chan 大家進來 都希望提前 或者有些遲疑來的朋友 都不要緊的 你聽得多 有什麼問題 現在問法都歡迎 是的 例如Gloria Eleana 都歡迎你們去發問你們的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都不要緊的 給個反應 我覺得OK 都不錯 是的 可以嗎 可以嗎 是的 Eleana 謝謝你 謝謝Eleana 是的 因為我們在整個過程中很重要 謝謝Gloria 謝謝你 我們也盡量解釋得清楚一點 讓你們參考的時候 把握性強一點 還有我們在參加表格旁邊 都有一個TNC 一定要下載下來 OK 因為裡面有些指印 也有些內容可以給你參考 以至到你知道我們的評分機制 以及你們要準備的文件內容 這樣的情況 是的 其他部分都OK WyOK TerryOK Alfred 也可以 可以嗎 Rica Rachel 你好 William 都OK 是的 Bill Bill Chan 你好 多謝你參與 希望未來的時間可以多些不同的機構 一起參與 一個這麼有意義的部分 WyOK 我們今年的頒獎電禮 全名叫 香港可持續發展 創新科技高峰論壇 2023K頒獎電禮 希望到時我們都可以在當中見到你們 Thank you 謝謝